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我来回答一下朋友的提问 小鸽子现在已经开家了 有些也在正常的加飞了 对这些小鸽子的管理 我们最注重哪方面 今天我就来和朋友们简单的交流一下 我认为从我们的小鸽子下窝 到现在开始加飞 我们的重点应该关注什么呢 应该首先关注的是小鸽子的消化情况 如果小鸽子消化不好 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也可以正要说 从关注小鸽子的消化情况 也就可能了解到 它的身体状况 如果你的小鸽子晚上进室以后 你摸它的素狼是宝宝的 到早晨起来 它素狼里消化的干干净净的 那就说明这个小鸽子是很健康的 如果小鸽子晚上进室以后 早晨摸了 素狼里还有一半的食 甚至还有满素狼的食 那就说明这个小鸽子出问题了 你就可以重点注意一下 这只小鸽子究竟哪方面出了问题 昨天有位朋友在问我 我叫他首先关注小鸽子消化情况 他就说我了 你以前不是教我们 进鸽朋友第一件事 是关注鸽子的分辨情况吗 没错 我以前是说过 早晨进鸽朋友第一件事 是关注鸽子的分辨情况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鸽子经过一夜的休息 我们可以从鸽子拉出来的分辨 可以窥见它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但是朋友们也不要把我说的话理解错了 我说的是早晨进鸽 第一件事 关注一下鸽子的分辨情况 我并没有叫你 整天就关注小鸽子的分辨情况 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 早晨看了 好好的 中午下班进来一看 分辨不对劲 有点拉戏 马上就问我 这是什么情况 到了晚上下班回来又说了 我这个鸽子分辨又不对劲了 它是每天看好几次 每看一次都会问一下我 朋友们也都知道 它拉出来的分辨 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刚刚进鸽的小鸽子 它有应急反应 肯定会出现拉戏的情况 还有呢 鸽子经过距离的运动以后 也就是经过长时间的飞行以后 它的分辨又是一种情况 当鸽子饥饿 饱食以后 喝了大量的水 排出来的分辨 又不一样 朋友们也不要整天 就关注鸽子的分辨变化 稍微有一点点 不是球形的 不是圆形的 马上就问 这个要用什么药了 有的朋友甚至在家里 就乱给它用药了 朋友们不要陷入到这个 误区里面去啊 小鸽子下窝 一定要关注 小鸽子的消化情况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如果它消化不好 肯定 它的身体出了状况 好的朋友们 我们应该注重关注 小鸽子的消化情况 就会有点准备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